他题目是二维 二维你可以想象成一个Excel的表 Excel的表就蓝跟列 那就二维的 OK 二维的 所以一般二维用的很多 但是三维用的很少 为什么三维又多一个 有没有 你蓝跟列 三维其实你可以想象成外面多工作表 有没有 放在不同工作表 那就三维的 如果四维的话 那就是外面再多工作部 有没有 所以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想要学如何处理工作部 就Excel的档案的合并跟分割 OK 那你可能要先把回宣先学好了 OK 当然你不可能 也不会说一次处理四维的阵列 那真的是太复杂了 所以通常会也是一样 按部就班 所以通常我教VBA的话 还是先教一个工作表 然后慢慢的话 再跨出多个工作表 然后再慢慢再多个工作部 不然的话一下子跟你讲 很多工作部 很多人都头 头可能都爆炸 为什么哇 太复杂了 按部就班的话 你会办切割切割 像有些东西 程式也是这样 没有叫你一次要把它全部写完 所以你也千万注意 不要一次写太快 除非说你是老手 OK 即便是老手 像我自己 我也不要写那么快 那你写嘛 因为其实程式不是要你写快 要写正确 你写再快错了 其实没意义 OK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而且反而就是说写程式的时候 第一个 心情要愉快 第二个 一定要非常细心 所以慢慢发现 一定要写程式的时候不能有火气 有火气的话就写不好 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怨气的话 一定要先去把它调整一下 或者程式怎么写都写不好 OK 慢慢要细心 所以你会发现写程式要写得好 好像是一种修养 OK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到这个境界 我是自己慢慢在那边想 要怎么把程式写得更提升 把它当一门哲学来写 OK 所以有时候我不是说只是单单看这个面向 我还看到其他的 像以这一题来看 他说什么呢 二维串列行列数 那这里的话他说什么 一题目列印出我们要的结果 当然你会发现 这上面写的重点是 请算写一个程式 要让那个使用者输入两个正整数 一个是Row Row就列 一个是Column Column就懒 OK 然后呢 并储存于串列中 特别注意哦 重点应该是要储存于串列 就是你如果这一题不是储存在串列中 好像不给分数 所以这不不要麻烦 那我们如果实际上做出底下的结果的话 其实是可以不需要放在串列当中的 那串列的规则 大概底下这样 那他是希望做出什么样的公式呢 就是里面的值实际上就是Column减掉Row 那Column就是懒 懒减掉列的结果 帮我放在储存格 就是放在那个位置里面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为什么是0 0的话指的是懒是哪一个 懒是第一懒 列是第一列 所以1-1那就0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第二懒减掉第一列 那就是2-1嘛 A10类推 那底下这个的话呢 就是第一懒减掉第二列 那就-1 你们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他要5列10懒 做出结果来 当然跟各位讲一下 一样像我的习惯 如果你搞不懂这个道理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先用什么 用Excel来了解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Excel 真的是一个还蛮直觉的工具 其实如果你要做出同样的效果的话 只要透过插入函数里面 用一个叫减4比参照 他就参照函数 参照函数里面有个函数叫Column 有没有Column就蓝 第几蓝 如果你按确定 那目前第一蓝 1到1到几 有没有1到8好 有没有 你只要向右拉 他就自动会产生你要的蓝数 那向下拉的话呢 一样也是1到数 因为他只会 有点像参照嘛 参照到哪一蓝 那如果说按照刚刚的规则 其实你可以再减掉 有没有Column减肉 那你就把肉打上去 小瓜糊一下 他会抓到什么 目前在哪一列 有没有 所以打勾的话 你会发现向右 再向下 这个结果有没有发现 就会是跟下面这个结果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 一模一样 因为其实就按照他的规则做的嘛 OK 当然呢 如果说今天呢 我们用 所以你会发现 用Excel来了解 其实还蛮直觉的 其实像PowB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 他也蛮直觉的工具 就也是说视觉化工具 他比较偏向是用滑鼠键盘 可以让你做出来 但Python比较接近用程式帮你 做出来 OK 两者之间 你说当然各有优缺点 毕竟用程式来写 你的弹性比较大 他不会受限于工具嘛 因为他如果有这个功能才能做出来 但如果没有 那你就程式自己要写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用VBA来写的话 其实可不可以写得出来 其实一样可以写得出来 怎么写呢 比如说五列 假设我们今天 要写一个 其实我这边有写一个程式 我给各位看一下 在云端上面 如果用Colent减 有没有 等于Colent减弱 如果你用VBA来写的话 藍列这个列 我的SURB名字叫藍籍練習 那你可以怎樣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把剛剛那個SURB貼上好了 當然你最好是自己可以打打看 如果我今天執行的話 假設我執行到這個工作表 一執行的結果就不一樣 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為什麼一模一樣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到底差不多 第一個我要輸入的 列是哪一列 1到5列 所以for i 等于1到5 for j 是哪一蓝 1到10蓝 那sells i 指的是 那个储存格里面放什么 放蓝减列 那全部跑完就是一样的结果 OK 可是呢 如果今天呢 我不是 他为什么要解这个 因为我发现在那个 exall 里面好像比较好解释 因为如果你不用exall 来解释的话 哇 那感觉很抽象 所以我刚刚讲一大堆 如果都全部看不到 哇 你全部都根本不能理解 那可是问题 Python 如何写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换到Python 里面的话 那写的方法 其实有几种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输入两个字嘛 一个是raw 一个是column 所以也许是误列 诗栏 有没有 出来就是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 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呢 它必须对齐的位置一定是对齐 靠右对齐 然后前面的话呢 一定要总共三个空白 跟这样 应该总共四个字在里面 对不对 如果说它里面 像这个负的话 那它前面也要变成说 有两个空白 这样一个一个的放放到这边为止 把它往下放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写 所以其实如果先因为题目要求一定要串列 如果我们先写没有串列 没有串列的版本 其实可以参考刚刚这个VBA的写法 有没有 for i 等于1到5 其实如果在Python里面的话 就把它改 for i in range 然后range 刮5就好了 就1到不对 5的话就0到4 所以如果你要1到5的话 你就1-6 OK 然后底下追也可以in range 就刮51-11 然后输出的话呢 就后面这个 就把它输出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注意 在Python把它改写 程式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 只是要怎么转换 请各位想想看 待会我们再跟各位讲 这个是没有串列的方法写出来的 怎么做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当然 不过这一题 这个题目有要求一定要串列 所以可能我们后面就是再把它改成用串列的写法 那串列写完之后的话 再来它还要改成制定函数 就是用compute 所以分阶段 那当然相对的 这一题是有点难度啦 不过我讲过啦 反正就是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那再困难的程式 基本上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OK 试一下 所以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我在云端上其实也有放 所以你可以看云端白板上面 一样是放在我们的证照考试的六到九类 OK 那里面的话呢 选到第三页的地方 第三页就是我刚刚讲函数部分 跟用那个VBA部分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在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这个这个 Python写 试试看 我想让你先试试看 好